读课文 郑和远航 郑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航海家 从1405年到1431年 他率领船队七次远渡重洋 到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印度 最远到过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的许多国家 郑和带领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 每次远航的船队都有六十多艘宝船组成 有的宝船很大 长一百四十六米 宽六十米 可以装下几千吨货物 同时还可以乘坐上千人 每次远航的船队有船员两万多人 其中有水手、医生、工人 还有骑兵和战马 1405年6月 郑和第一次远航时 苏州的百姓都到江边来看船队出海 六十二艘宝船 踢红挂彩 在江面一字排开 在礼炮声中 宝船乘风破浪 驶向大海 船队经过中国南海 穿过马六甲海峡 绕过印度半岛 访问了二十多个国家 在远航中 哪怕风浪再大 他们都能战胜困难 一往无前 这次远航历史两年多 他们于1407年金秋时节 胜利返回了苏州 郑和远航 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以及中国的丝绸 火药和造纸术等 带到了海外 同时也带回了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 从而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使当时的中国受到了外国朋友的敬仰 郑和七次远航 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他的伟大业绩 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航海家